去年11月1日 于洛杉矶国际机场犯下枪击案的 凶贤保罗·西恩夏 造成联邦运输安全署安检员贺南 得知死亡 与另外三人受伤 今天联邦检察官表示 将在11月中决定 是否对西恩夏求除死刑 联邦检察官已经对全案 整理出约1万页报告 与150片DVD光碟影片 交由联邦司法部审理 并由联邦司法部长霍德尔 最后裁定是否对西恩夏求除死刑 西恩夏的辩护律师团 则计划前往华府 向联邦司法部提出 不该求除死刑的论点 西恩夏被控一项谋杀联邦官员 两项企图谋杀联邦官员 四项在国际机场使用暴力 一项使用武器置人于死 与三项使用武器进行暴力犯罪 共11项罪名 下次出庭应讯日期为12月8日 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坚持本案 要在明年结案 但西恩夏辩护律师表示 如果西恩夏被求除死刑 辩护团将申请更多时间进行抗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b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